4000年历史的曲滨遗址从发现迄今 已经历经34个年头 在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持续努力之下 已经完成曲滨遗址公园的规划 后续将持续办理系部设计 并且全力争取提升为国定遗址 文化局未来将朝研究保存 观光发展以及乡土教学基地等三大面向 规划保存这个珍贵的文化资产 曲滨遗址位于左雪席向游高位阶地 在1980年由陈中院研究员调查发现 经地表调查 自绝后至1981年11月至1987年8月这段期间 于遗址阶地第一阶面进行三次发掘 总发掘面积3685.5平方公尺 曲滨遗址位于中央山脉高山地区 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并有复杂的预期制作工艺 为实现台湾东西两岸交流的枢纽之一 具备中央的历史意义和文化资产价值 曲滨遗址是坐落在我们南投仁爱乡的万丰村 那这个椅子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珍贵 根据学者专家他们初步去挖掘的结果 初步判定大概距近有4000年 也就是新时期时代 那我们很难想象在4000多年前 我们的先民们就已经到这个地方来落脚 到这里来开发 那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 那可能包括地形地貌逐渐的变迁 所以那个地方过去并没有被发现到 那后来被发掘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在105年度 我们进行曲滨遗址公园的规划 那在今年106年 我们进行这个曲滨遗址公园的细部计划 那我们未来希望能够才进一步的这个开发 我们一方面能够发扬文化资产保存 一方面也希望说能够对地方的观光 能够带来一些效益 那从这些遗址上面来看 可以它可以算是我们在台湾东部地区 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一般的遗址 大概都是在平地为多 那像这样在高山的 坦白讲还不是那么多 那目前我们要进一步去厘清的就是 它这个遗址跟现在的原住民族 它们之间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旨边遗址公园过来将进行部分的遗址开挖 并载先帝保存 陈列展示考古以及所出土的文物 聚落形态模拟呈现等 如文物丰富 则采旧地保存 并规划供一般民众参观 如开挖结果达一定规模 则征其军费规划遗址博物馆 让国内外观光客都能成规 见证 取编一指鲜明肯脱的珍贵历史 我们在现阶段来讲 我们正在努力积极地希望能够争取提报 把它列为国家的重要的遗址 那在之前有有中研院的陈仲玉教授 他已经挖掘一部分 那将来我们大概是朝两个方向来进行规划 一个就是如果将来挖掘出来的 里面的遗址非常丰富非常多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暂时先采取就利保存的方式 让一般的民众观光客他们可以直接来观览 来可以看到这些遗物 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可以达到一定规模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来争取相关的经费 也不排除在这个地方来建立一个博物馆 让所有的民众 不只是我们国内也包括国际人士 也都能够一起来缅怀来瞻仰 在我们南投这样的一个高海拔的地区 事前年前我们的鲜明是如何来这个地方 落地生根来这个地方来开墾 那同时在这个地方来讲也等于是为我们南投 在文化资产上面又挣天一笔 为我们带来更多在文化以及观光上的效益 1988年10月25号 内政部公告取兵遗址为三级古迹 2006年7月11号 经南投县政府重新公告为限定遗址 2012年委由中年月历史语言研究所 完成取兵实现遗址研究计划 目前金本县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 建议提报中央文化部审议 建议提升为国定遗址 县府文化局正提报争取列为国定遗址 代表 trouve讲法局正提报 例目价石 ..! 以资产兵器 但是